首先先從比較開心的來問 這個可能應該是你最後一次來立法院被選 那你想問一下郭忌廷立法院的被選的狀況 有哪一些不讓你比較難忘 有哪一次可能跟委員吵架今天 讓你比較有影響什麼 這些在我的醫生中間 都不覺得是什麼 不是因為今天記者訪問我這麼說 而是必然的過程 一個國民黨員到了民進黨的團隊去當部長 包括老百姓都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對於國民黨的立委 戰地法院給我很多的刁難 我覺得沒有什麼 假如刁難我個人 我個人不是完人 這個無所謂 但是如果講到我的國軍官兵 紀律不行 沒有戰力 我絕對要對這一些言論 做出正確的辯駁 一方面這是我的個性 二方面也是我的責任 我們今天在這裡過得這麼舒適的生活 前線的官兵 空中的戰鬥機的飛行員 海上巡邦的官兵 有一刻是休息的嗎 精神都緊繃的 所以我把三個農場 都開放給我們國軍的官兵 只要是假日來 平時都可以提前十天來訂房 為什麼讓他們覺得我們在關心他們 我想這就是我的感想 我想要問你剛剛提到一個國民黨員來到民進黨團隊來扶我 不過我們近期可以看到不少國民黨立委在520前有附對岸 然後有帶出一些所謂的力多 但是同一時間我們也可以看到共機也是持續的逼近或臨界區 您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就是 當然啦 我把他的看法認為 不光是針對我們 他也展示他現在的實力 對於日本跟美國 假如要做武力的一種反應的話 讓他們知道 中共有這個實力來做對抗的 我想應該是這個為主 在整個的國際局勢之下 我不相信中共只是對台灣來武力威懾 也威懾夠了吧 那麼多年了 也會疲倦了吧 所以我在想應該從政治層面來考量 我想一定有解的這個辦法 別忘記比較關心 有關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 中共那邊因為要辦那個皇屠拜年 所以在這裏 他們也在前方揪團 就有一些退役的官兵前往 比如說有百團 所以最後就會試試看 有特別呼籲什麼話 我知道這個事情 嗯 我不相信有百團要去 我不相信百團要去 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限制 限制你不能去 他不能去 不是限制 要讓我們所有退役的人員 都感覺到台灣的社會 是和諧的 生活安定 大家喜歡的 那我請問 假設有那麼多的人去 為什麼那麼多人還回來 那你留在那邊嘛 為什麼 台灣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生活的安定 大家社會的和諧 你看 我們選完總統以後 有誰去抗爭呢 上課的上課 上學的上學 你看看美國落成什麼樣子了 對不對 他不是民主國家嗎 所以我在想 我們的社會的和諧 超出於世界上 自稱為民主國家先鋒的 這一種社會的狀況 我們應該以這些東西 在心裡面 來感念我們全民的團結一致 而且我常常講 台灣老百姓是最棒的老百姓 真的 小時候我住在農家 你看他們對我多好 我們住在農家 因為沒有錢就住別的地方嘛 從來沒有讓我感覺到被歧視 我舉一個例子 我去打水 金裡面去打水 哇 那個老阿嬤 跑過來跟我講 那邊塞啊 她說不能這樣 她把我掉下去 她教我這個水桶放下去要晃 一晃那個水桶不平 才能咬到水 她可以不要教我啊 對不對 你淹死算了 所以我就講了 台灣老百姓最棒 至於那一些其他的 那些少數的少數 不能夠代表我們台灣人 你說哪一種不能代表我們台灣人 造成政治的不和諧 社會的不和諧 忽略我們現在族群的和諧 這些人都不是我認為是真正的台灣人 我都覺得都不是 當然你有政治目的以後 可能想法就不一樣 再不一樣要國家至上 對不對 要全民至上 那你怎麼看有些國民黨的立委是親人去了對岸 然後現在對岸也是在 特別想要說 可以跟我們 在野的最大膽的速度 來做一些交流啦 那反而是忽略現在民選的執政政府 我不覺得他是凸顯一種柔性的對抗 我卻覺得他們是想找一個方法 既然官方的管道不通 是不是利用民間的管道 我想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還在問一個尷尬的問題 可以看到今天有些海龍花兵的前輩 小道基西那邊去抗議 因為有某色情網站 利用一些退役的管龍花兵的人士 作為色情網站的宣傳 請試試看 我不知道這個事情 我不是迴避你的問題 我最近忙的 你看我有16個榮家 19個榮副處 還有16個榮家跟總院 我都沒有時間去每個地方去走訪一下 因為這是我耕耘了幾乎五年的地方 每一個地方的人物我都熟悉 那麼我臨時要離任了 我都沒有去跟他們打一聲招呼 我覺得我有虧欠他們 因為他們很努力 最有感的膠原蛋白生態 即日起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養顏美容增強行動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裝好攜帶 成分天然零添加 無吸藥 不含重金屬 安心食用 兩款包裝給你滿滿膠原蛋白 桃紅包裝助養顏美容 藍色包裝增強行動力 心動了嗎 現在就上快點購 一起健康下單吧 中文集羅 關注用 明書店 中文集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